有到要参加喜宴年纪的朋友们 应该多少有接触过李金应该包多少的议题 而且李金的细节还有分成人会不会出席 几个人参加等分别 有位女网友本来已经答应新人朋友要出席喜宴现场 却突然在婚宴前几天才被朋友告知多数不够 朋友直言请他人别道 但是李金还是要照收 于是想问网友请问大家会包多少 时经向下三角原PO在脸书社团发文询问 他原本已答应一位朋友要出席喜宴 但是那位朋友却在婚礼的前几天才表示婚宴现场多数不够了 所以请他不要出席宴客 但是他说李金他还是要收 原PO补充该为男友人之前曾出席过自己的婚礼 也有收过喜宴 所以想询问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包多少 不便来源抱怨公社 FB 时星向下三角许多网友看到贴文后忍不住批评到 当初包多少 就还多少就好了 摆明就是来逃李金回去的而已 看他当猪包多少 就会一模一样回去 就此断绝往来超扯 事前都知道了还不加桌 多少也攸关自己的面子 就回个一千两百吧 下次有位子再包 没位子 自己可以安排朋友桌改日子不请 不然没给人吃怎么好意思收礼 不便来源抱怨公社 FB 原PO也在原贴文部中回应 表示朋友说定的喜宴听太小 没有预计到金友会到那么多 所以只能从朋友减少 而这串讨论文引来了疑似要结婚 有人本尊回应 你有必要这样吗 李金就不收了 就这样吧 到此为止 引发网友们的朝圣 哇塞 Tilda某楼好像看到疑似当事人的朋友回文耶